我前一天看到我老公跟一个女人 从旅馆走出来 屁的 剧中我的角色演员来看这个剧本 一边看一边说 我至少讲这句话 我们两个怎么会报到这种事 我前一天看到我老公跟一个女人 从旅馆走出来 屁的 真的吗 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 然后就非常快速的就看完 然后觉得说 是一个很好看的故事 第二次看的时候 就变成我是以剧中我的角色演员 来看这个剧本 一边看一边说 我至少讲这句话 我们两个怎么会报到这种事 其实读本的时候就对小艾斯很改观 然后因为我没有跟他演过戏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他在读本的时候 已经把剧本翻透了 因为他的状况非常好 非常专注 非常非常专注 而且在戏的表演过程当中 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彼此之间的默契 其实我自己觉得默契蛮好 毕竟他是有经过很多历练的人 对于生活 对于家庭 对于自己 是有某种沉淀 这十集的内容我都很喜欢 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观 我觉得这是很前卫跟很大胆 然后又很好看的内容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尤其是我那集我觉得 应该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感谢观看